法律101 欢迎朋友们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这是华语法官张文华张法官参加 欢迎朋友们和我一块共度下边的时光 法官早 早早早 在这里顺便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 新年好 2022年希望你一切顺利 谢谢法官 也一样的祝福法官 在新的一年如意 好顺利平安健康 对平安健康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在今天很快的我想我们就马上切入主题 因为我们有听众 有几位听众在询问的 就是想请法官能够分析一下 关于政策 如果以往的政策被停止了 被取消了 或者被我们说bend 它不能够再实行了 那么有什么样的机会 或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再恢复 那么有听众有一位听众就特别提到了 就是应该是两年前 我们曾经在休士顿的投票的时候 有这个所谓的不下车投票 Drive through voting 那么在这个 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大家就不下车了 就在车子里边不接触的 请减少接触的方式的这个投票方法 但是后来被停止了 所以在现在我们已经取消了 没有这一个所谓的Drive through voting 不下车投票 那想要请教法官就是 在什么样的情形下 有些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可以恢复已经被停止的这个政策 还是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要不是胡主持人讲 我真的是2042 2000年 真的是快两年之前 有这个措施 是Harris County有这个措施 让大家可以Drive through来投票 那么现在是后来呢 因为这个事情也有一个lawsuit 说这些Drive through投票的 投票这个票呢 是不作数的 那么这个当然后来这个lawsuit 也被dismissed掉 就是说不在了 所以这些投票的人的票呢 还是有算的 那么现在正如刚刚胡主持人说 已经现在这个因为有C law 来禁止能Drive through的投票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是 这个就是不能这样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 就是Drive through来投票 那么刚刚胡主持人讲的是 问题是说要这些 如果被取消的这个政策 要怎么样来恢复 所以你要看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原因 为什么原因是让这个事情 不能再继续做 那这关于这个Drive through 投票的事情呢 是因为有 就是我们德州的这个议会呢 最近才通过 这个法律就是说 你不能所谓叫的 就是Senate Bill No.1 就是它不能有 就是中间有很多 可是中间一项就是说 你不能有这个Drive through的投票 所以要改变回来可以有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一个就是说要把这个法律 Repeal就是把它取消 那当然把整个的整个这个Bill 全部取消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可能是Repeal的一部分 就是说或者新的一个法律出来 然后让它能够可以 把旧的法律推翻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这个州的法律之外呢 常常上比如说像我们的Soulston City of Houston 他们有很多Ordinus 就是由City Council 来制定的这个Ordinus 那这Ordinus 比方说常常Ordinus就是管 你这地方比方说不能有杂音啦 不能有这个杂草啦 这种事情的话 如果是要推翻这样的Ordinus的话 就是要就市议会 要通过新的Ordinus 把旧的Ordinus推翻 所以你完全看是说 它的来源是哪里 就是说它最初 让你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或者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来源在哪里 然后你就要去从那个来源 来再重新恢复 或者是说有时候 我们的State Law 它的这个情况是这样 可是我们的Federal 来一个Federal Law 那个我们叫Pre-Amp 就是把它的State Law 等于把它压过取消了 等于State Law 根本不作效了 这个情况也是可能的 那这种情况 我们这种情况的话 除了选举 OK我们有听众在问 如果说在选举当中的话 可不可以把已经被废除 或停止的这个政策 再把它拿出来说 我们再来选 再来投票 再重新投票 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个政策 是不是可以恢复 在选举的时候 是否可以这样子做 另外也有听众在问的 就是关于 也是谈到了 就是法官刚才你讲的 要有更高阶的一个决定 这位听众就说 他说既然有 一级法院 二级三级 这个往上上诉 他说为什么不能够 因为这个政策 在现在被停止 为什么不能够就这个停止法 这一个要求 这一个政策 这个被停止 停止他的政策 往上去上诉呢 去一直往上 当最高法院说 我们不能够停止 不能够废除 应该要执行 如果要走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的可行度 有多少 通常他这个法律 如果已经公布的话 然后你要challenge这个法律 说他这个法律 你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出来 为什么说这个法律 为什么这个法律 是等于说要说 这个法律是不合法的 那通常他通常 会讲到这个challenge 就是你violet 这个我们的宪法上 赋予我们的权利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 常常在我们做redistricting 就是从化选区以后 他们就很多lawsuit 因为在从化选区以后 就是说你把每个人的 这个代表的人 这个区换分了嘛 有时候他为了 因为我们的constitution里面 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 对然后呢 我们又是为了保护 我们少数民族 minority的权利的时候 你不能有那个 所谓叫gerrymander 然后你让指的那个 我们这个少数主义的 minority的这个代表性减弱 所以你可以从这一方面 去着手 可是没有这个 drive through的voting的话 你还是有很多 其他的方法可以去vote 并不是说你不能去vote了 像我上次 我是2000年的时候 我是去early voting的地方vote 我倒觉得 Harris County那次 他们做的这个措施 我觉得非常的安全 就是他一进去 他先给你一个这个 就是完全用手指上面的 这个手套 然后呢 他又给你这个 这个的wiper 所以然后 social distancing 还有他这个booth 放的地方都非常有 social distancing 所以是非常的安全的 所以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 说你因为没有drive through 的voting 你不能vote的话 我觉得就是 当然每个人如果说 要去challenge任何的 law都可以做到的 可是就是说这种 这种legal challenge 通常时间也花了很多 在钱财方面也要花了很多 因为通常这种 legal challenge会一直 可以一直到这个 US Supreme Court去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去 尤其是在 从化选区这种方面的话 通常会一直上去的 就拿上次 因为我们Harris County 有这个drive through的 这个voting 这个lawsuit也是从 我们当地的 这个联邦的法院 然后一直上诉到 上诉法院的 当然到上诉法院 已经dismissed 他们没有再继续上诉到 美国的最高的 这个高等法院 所以要不然是 可以一直去的 可是时间上 如果说尤其 如果这次 这个情况很快 因为两个法院呢 他都把这个case 就是取消了 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 原因 没有任何的 这个case不存在 会不成立 可是如果说 这个case成立 要来辩论的话 那个时间就会花的很久 那律师费方面 也会花很多 所以这个方面是 就是大家要考虑的 OK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 这个人力物力跟财力 再加上时间上面 这一个投入 那么是不是可以 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这个诉求 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 刚才法官你提到了 关于就是选区 或者我们讲说 这个选区重划 那么通常来讲 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就是会有所谓的 选区重划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动作出来 通常是我们每十年 有个人口普查 到十年的人口普查 这个就像我们两千年 有个人口普查 等到人口普查的这个结果 出来的时候 以后就可以做这个选区 重划的这个 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需要保护 就是所谓我们的 少数民族的这个 这个利益 所以说你当如果 一个区域 你可以画出一个区域 是能够有这个 少数民族的 representation的话 通常会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他希望 完全就看怎么画 因为你可以画的 这样他很难有 这个少数民族的 这个presentation 如果是这样做到 然后有证据显示 是你把它 故意画成 没有办法造成 本来可以 这个少数民族的presentation 可是结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会有 lossuit 然后就会 可能就会 被法院说 你要重划 在这个区的话 重划 所以是通常 每十年会有 这样的动作出现 那么通常选区 选区重划的 这个主导单位 是哪里 这个选区重划的 主导单位 尤其是在这个 如果是state 这个district的话 应该是state的这个 就是state的这个 议院 就是州议院 就是state 州议院来画 state 就是state representative 就是州议员 跟州参议员的 这个选区 那么如果是联邦的话 比如说联邦的一员 congressman 或者senate 那senate当然不需要 因为每个州 都有两个senators 那就是你的选区 是全州嘛 所以这个不小话 所以通常话 是congressman 所以congressman 就是每个个人选区 所以在 就是会在 就是在 联邦的这个 house跟senate 来选 来重划 它这个 congressional district OK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选区重划 因为刚才 法官也提到了 关于就是 我们在是 人口普查之后 大概十年一次 它会依照 这个人口的分布 或者是说 这个族裔的情形 然后会有一些调整 那么在这种 选区的重划 另外的话 我们很快 我们就会想到 这个选区重划 跟我们亚裔啊 都很关心 这个学区重划 这两个是不是 这两个有 有没有大同小异 方面的 学区重划 我倒没有太多的注意 我再 我这个要去查一下 再跟这个 胡组织人 再 在confirm这件事情 我的 我猜是 应该也是 从 从我们的 州议会 来这个 来 来画 因为这个 我们的学区 跟我们的 其他的区 也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要去查一下 我不太 我不太完全确定 所以我想 下次的话 可以跟胡组织人 再谈这件事情 OK 好 所以呢 因为我们一想到 重划 重划的时候 就想到 哎呦 选区重划 另外一个 大家担心 要关心 就是 我原来是 这个学区的 妈妈咪啊 怎么搞的 下学区 开学 接到通知 划到另外一个学区去了 那这种情形呢 我们 我想我们的 这个华裔父母们 这个家长们 都会蛮关心的 要怎么样子来做 来看 那么刚才 法官特别 所以 所以这个 刚刚胡组织人的问题 是不同的问题 对 两个是不同的 这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 就是每个 因为你知道每个学 我们叫做 school district的 这个trustee 他们trustee的 那个选区 是有时候 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个地方 有个选区 不同的选区 就是比方说 我们spring branch的 school district 他选区应该是 不一样的 有的是一样 有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 可是呢 刚刚胡组织人 讲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很多 家长关心的问题 是说 我的 是哪一个 school district 对 就是这个school district 包括的范围 在哪里 那由谁来改 这个范围 这个是跟 每个school district trustee的 他那个district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 这两个我都会去查 好 麻烦法官 麻烦法官 因为我想 如果法官没有这么 这个分析的话 可能我们 我们还没有办法 看到他里面的不同性 总是模模糊糊 模模糊东东的认为 这就是这个笼统的 放到一块 其实像法官讲的 这是分开的 那我想请教法官 通常来讲 我们如果谈到 因为我们听众 在问到关于就是 我们再回到前面 说要再把这个政策 要再重新 再提出来的话 因为谈到了这个需要 当然了需要的是时间 需要的是这个局势 也需要说 如果真的要往上走 我们说这样 法官刚才讲的 我们要到 Supreme Court去的话 那就需要的 这个时间精力 财力 但是这个财力 是从哪里 是谁来 这个买单 是谁买单 因为这个是属于政策 难道是民众买单吗 就是看就是由那个 比方说 谁是原告 谁就要买单呢 你是被告 你要买单呢 所以说呢 所以说在美国是 我们是这样 Open Court System 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 去告别人 那个法院也是公开的 就是说 谁都可以诉 另外一个人 可是就是说 这个后果 因为是你去诉他 你就要承担 这个后果 OK 所以 可是被告人 就比较辛苦 就是你如果被告的话 你也要 要出律师费 来 这个 Defend你自己 所以 这是通常 我想做很多做生意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 这就是一个business cost 你一旦生意做得不错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谁提出来的 一个是提出的 一个不管是 是这个起诉 或者是被起诉的 双方都有机会 都会要分担 在这个法庭上面的 我们说司法方面的耗损 这个费用 这一个耗损 所以呢 我们还是说 不得已的时候 中国人说不得已 才上法庭界 这个大家都有耗损 如果可以和平解决的话 大概 大概就不会往这方面走了 所以说 这是一个 就是说 如果 做生意的就知道 就是很多时候 你不得已的话 就往这个 必须往这个方面走 因为这是一个 等于是 也是以保护你自己 权益的一个方式 那么 因为有时候 就是不是 真的在法庭上见 就是这个事情 就没有办法解决 有时候在法庭上见之后 才能够迫使对方 来给你 所以 中间会牵扯到很多 等于是 我们叫 strategy的问题 所以也是要大家 可是有的人 很多人去 去告别人 是因为一个principle 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则 在上面 这种的case 就很难 一定是到最后一次 一直真的 你死我活的 就是说不会 通常不会去 如果是为了这个原则 去上法庭的话 通常是优费时 优费节 所以这个 好 我们在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那么也是要麻烦法官 在下一次 我们在二月份的节目当中 再和法官 也快讨论 也快了解 今天呢 8点59分 今天2022年 我们第一次 法律one of one 和张文华 张文华法官 在这儿呢 带给大家 我们关于在选举方面 政策方面 这一方面的一些议题 还有选区重划方面的分析 我们再一次的 谢谢张文华 张法官的参与 那么 谢谢法官 还需要和法官相约 我们下个月 再继续空中讨论了 好的 我们下个月见 下个月见 谢谢 拜拜 拜拜